全油管最快新闻,在恒店的同飘家庭,为了孩子的演艺梦想坚持演戏,却面临着低收入和艰苦生活。 乌兰和女儿小一每个月仅收入250元,过着艰难的生活。 他们受苦受累,却为了小一的演艺梦想坚持不懈。 小一的学费、伙食费等生活成本都由父亲负责,为了让孩子能在恒店继续演戏。 乌兰付出了很多努力,他们从经纪公司接戏,通过群演赚取微薄的报酬。 但不稳定的收入和艰苦的生活条件让他们倍感压力和绝望。 同飘家庭在恒店演戏的路充满了心酸和困难,但他们依然坚持着。 这是一份承载着家长责任和孩子憧憬的演艺梦想的生活。 订阅新闻及速递,最先知晓天下事。